而現在除了採檢可以以得來訴方式進行之外 高雄首創是關懷包得來訴 今天開始正式上路 確診者在接獲確診簡訊之後兩個小時 就可以請親友到指定地點來領取 前一個晚上市長陳其邁 他也實際到現場來了解作業流程 那今天一大早儘管是下著雨 但是不少民眾是前往領取關懷包 甚至是有里長 他是受到這個確診裡面的拜託 代為領取 儘管下起大雨 還是有不少民眾開車或是騎車 來到關懷包得來訴 要領取關懷包 除了確診者之外 還有里長是因為確診里民 拜託幫忙也來帶領 高雄市首創的關懷包得來訴 11號正式上路 確診者只要接獲確診簡訊後 兩小時就可以請親友到指定地點領取 而帶領者只要準備確診者身份證的證本或翻拍 出示他的確診簡訊 再加上帶領者的身份證件就可以領回關懷包 主要裡面有快篩試劑 然後跟一些簡單的有泡麵口罩 乾涼的部分還有水 除了高雄市民可領 只要在高雄確診或居家隔離的民眾都可以領取 不限於戶籍在高雄市 前一晚高雄市長陳其邁 也特地前往現場關心了解整個領取流程是否順暢 還特別依寧在現場裝設水冷扇 讓現場工作人員及領取民眾更舒適 關懷包也有得來訴更便利 也希望能夠減少里長里幹事發放的負擔 記者綜合報導